音樂 我們就想先吃哪一道 這個 這個東西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 剛剛常說的 我們是菌蔥菜 這個真的就是菌蔥菜 菌蔥菜 對 因為黃豆是菌蔥 以前我們打仗行軍的時候 黃豆是最多的 對 如果自己菌蔥還有養豬 對 好的地方長官吃了 剩下豬蹄怎麼辦 就黃豆最多 就豬蹄紅燒黃豆 所以一般是 豬腳燉花生的菌蔥菜 所以這是菌蔥菜 豬腳燉黃豆 原來這個很冷 而且我跟你講 他當作這個豬腳 要把它清理乾淨 就要花兩天的時間 一般店不會出現那麼乾淨 如海鹽 煮海鹽 我們用海鹽大概煮一個小時 然後再用清水把它濾掉 好香 這樣豬腳第一個沒有腥味 而且過多的雜質跟油脂 我們都煮掉了 比較不會硬 真的 黃豆要吃一下 厲害嗎 黃豆才是厲害的地方 加上了一點那個豬腳的油脂 好下飯 你花生好吃 好好吃 而且它還不會死鹹 完全不會 不會太鹹 這麼正統的蹄花黃豆 可以說是僅此一家 航阿來就知道它的魅力 燉到Q彈入味的蹄花 加上入口即化的黃豆 可以是人間絕味 外表開始補食的家常料理 飯館卻總在平凡中 創造出不平凡 為什麼 為什麼讓我吃到這麼好吃的蹄蛙 如果我以後吃不到了 該怎麼辦 接下來獅子頭 獅子頭 其實現代人因為都怕胖 真正的揚州的獅頭 肥瘦比例是1比1 1比1 對我們現代人來講太肥 對 我們獅頭配人很喜歡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的獅頭 為了讓它爽口 不要太油膩 太平衍 就會放一種東西叫壁脚 對 壁脚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壁脚 我不喜歡壁脚 我咬那個味道 因為不喜歡那個脆脆的口味 對 我不喜歡 我們這個獅頭裡面的棒 取代肥肉 而且讓它清爽不黏牙的 祕密武器是 蜜頭 蜜頭 這裡面有高蜜頭 我要來接妳一下 我們把蜜頭 把它捏碎 然後泡水化開 揉到這個肉裡面去 取代肥肉的部分 還不會太膩 不會太沾牙 它這個獅子頭已經跑到 我跟你講 一咬下面那個香氣 這那個肉汁 這個獅頭一定要吃白菜的 我講好了 妳吃到什麼菜就好 好甜喔 大多菜 所以這白菜一次燒30% 這白菜太好吃了 超甜的喔 真的好甜喔 也是會化開的那種 好好吃喔 台北人真的開心 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這個 我覺得太棒了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飯也很厲害 因為這邊 因為這邊很貼心提供了兩種飯 你的這一種是蓬萊米的飯 給老人家轉 它很麻煩 你比較好 所以你比較好 再來米 它的米是比較薄 一粒一粒很分明的米 再來米它的 纖維比較粗一點 對 糖分會比較少一點 對我們餵不好的用來 或者是消化不好的用來 可以這樣 不會因為自己在飯館夜站的 龍頭地位而有所懈怠 依然努力維持著飯菜的好品質 鍾主編推薦的這家 真的會讓人很想走一遭啊 吃飽喝足 他要來驗收鮪魚的相片 還有五熊的插畫囉 那妳那個照相照怎麼樣 怎麼都在吃啊 有啦 我是有幫妳拍一點 在事前的時候 其實不錯啊 我喜歡這一張 妳可以讓它那個豬腳嗎 哇 太豬腳了 還算OK啦 那妳有畫畫嗎 有 剛剛沈稍微畫了一下 那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中餐廳 妳在畫西湯嗎 對 太偷了 答案就要吃飯一湯 這看起來像 我跟你講 妳畫了這一個 妳不要說豬腳 妳看起來像不像一杯咖啡 然後上面放了一些 棉花糖 然後丟一下 然後這是巧克力味道的 對 然後這個看起來像 海鮮炒便 沒想到五熊在這裡切換成 心機雄的人格模式啦 不過好事就是王道 才不怕妳亂搞咧 接下來 瑋瑜提議中二要介紹 你家放鴨軸 大熱天的先去吃冰啦 厲害了 我們的愛玩客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對 私闖民宅 對啊 他們到家裡面來了 不是要介紹冰嗎 我們來人家家裡吃冰嗎 對啊 太奇怪了吧 不是... 我要先來帶你們看 他的工廠如何做他們原本 這是原料 對 因為聽說這一家冰店的原物料 80%都自己做的 手工的 就很厲害的 就是外面進口的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先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聽到聲音了 有 裡面有人在裡面坐 裡面有人在坐 我們去看一下 他在坐 什麼啊 帥哥 是 你好 你好 你進來有沒有聞到那個 蝦杏 黑糖的蝦杏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東西是 粉圓 粉圓 這是粉 昆泥 一開始它是粉 慢慢去滾 就是這麼小 看一下 你騙人 這是魚飼料吧 好可愛 好小 應該是給鮪魚吃的吧 魚飼料 現在要過這個 過這個動作 那它有點 就是中的跟小的把它分開 對 然後我們做 然後小的可以做 下次中的 然後中的的話 可以做 就連下來 對 中的再變大圓 對 然後小的話可以做 下次中的 就是由小變大慢慢變大 喔 原來我們平常吃到的 端端粉圓 是這樣子由地瓜粉 一路滾出來的 不斷重複成型 再過篩的動作 從小圓到中圓 再到大圓 然後大圓再熬煮一個小時 才是粉圓本人 光是製作粉圓 就要花上半天 更黃倫店裡販售的粉圓 鳳梨芋頭等配料 80%都親手包辦 這家病店 就位在台北市的林口街 可能連多數台北人都不知道 這裡有個藏了很多 在地美食的夜市 第三代阿圓堅持每一碗冰 有著最天然 最單純無化學添加的美味 第一方面 也在口感上不斷創新 甚至賣冰賣到拿專利 我的媽媽咪啊 什麼冰這麼威啊 快讓我們上桌看看 這個算是最古早味的冰 是 而且已經傳到第四代了 而且厲害的是 第三代40年 第四代 我剛才問他爸爸 他爸爸說是第四代了 你們第幾代了 第三代了 第三代了 那我要去問我爸爸 是第三還是第四代了 你爸該跟我講是第四代 到底誰的爸爸 40年第三代了 對啊 先是姑婆 再我爸爸 再來是我 我問的是同個爸爸嗎 那我要問一下 我跟你講 剛才自稱是他爸爸的人 誰家的爸爸 你問誰啊 你跟我聊 跟我聊了一下 他說他的這個雪花冰 他有專利 如果你要任何要取花冰的時候 親友他們的同意對不對 雪花冰很詭辯 不是 我跟你講 那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是 我剛才問到自己爸爸 你是誰 沒有 我的爸爸 那是 雪片冰 雪片冰 是你們的專利對不對 雪片冰到底長什麼樣呢 各位觀眾來看一下 這就是雪片冰 這很像糖 黑糖冰有沒有 而且重點 它是用黑糖口味的 這很特別吧 我這輩子才沒吃過雪片冰 我也沒有 我有吃過雪花冰 但是雪片我沒吃過 我們來吃看看好不好 這也很像杏仁薄片 對 就很不像是一個冰對不對 黑糖味道好濃 黑糖的味道非常濃 但是它又不會太甜 我覺得這點是最棒的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台灣的黑糖 比日本沖繩黑糖還要厲害 我也覺得吧 這造型也太特別了吧 再加上甜而不膩的驚奇口感 可是老闆研發了三四年 才得到的黃金比例 就是有這樣的好老闆 難怪台北的冰 會被CNN評定為 全球最佳甜點 這家店從中午開始 營業到晚上11點 客人一個接著一個 店員的手從沒停過 如果遇到尖峰時段 可是要排隊才吃得到 那本店的招牌本源 又是如何呢 重點來了 剛才我們看的那個 昏妮 一個小時的熬煮之後 大圓就變成這個樣子 零零剔透 我們來吃看看 好像魚卵的 好好吃 純手工做的就不一樣 究竟沒話講 這個是黑糖的昏貴 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它跟仙草一樣有點像 我以為這個是仙草 沒有 這是仙草 是上面這一個 這是昏貴 黑糖昏貴 好好吃 手工吃起來就不一樣 好紮實 這個雪片加了這個湯 這個黑糖吃之後 它吃起來感覺又不一樣了 對啊 你吃看看 而且不會搶到它的食材的味道 它只是加分 它覺得太淺 太香 我說真的 我還是喜歡傳統的東西 我也是 我覺得這個好好吃 對 你現在吃的每樣東西 就是我們每天是一線做的 像是蜜地瓜 就插巴媽 留存下的蜜地瓜 這地瓜好好吃 你吃看看 這蜜地瓜配單點嗎 很多的愛吃 超好吃 就跟鳳梨一般 大家都用罐頭的 對 你這不是罐頭的 不是 自己做的 真的 你吃看看 它的酸味很天然 它們每一個素材 都是自己做的 然後純天然的 來到這裡可不只有吃冰 還有豆漿豆花以及嫩仙草 全是店家手工親自的 40年的傳承好店 鮪魚強追夏季消暑好物 接著鮪魚又找到了一種 新吃冰法 這家冰店位在新一區 某百貨四樓 是年輕妹妹拍照吃點點 最新熱門打卡點 如愛麗絲夢遊先進般的環境 果然快門生此起彼落 鮪魚要介紹的不只強調 自己的冰自己插 還標榜著冰我雙重感官享受 到底你的口袋名單的 特別的冰品有多特別 上菜 是不是厲害 這造型 照下天心 有沒有 太天心 它光是照完就很厲害了 單單看到這個造型 我就覺得佩服它了 嚇死了 這個像不像平常 我們要去吃棉冰或飯嗎 冰磚 冰磚放上去之後 然後這樣 走走走走 但是整個冰磚在這上面 它是3D甜品 它有特別的切法 它不是說你這樣子挖了 之後吃沒有 從邊緣它比較脆弱的地方 可能先下一刀下去 好像切蛋糕 對 它裡面會有驚喜在裡面 立體冰磚不只外型超厲害 連內在也讓人嚇嚇叫 好特別 你有吃過XX XX吃到看 所以我才說 因為它都在是裝東西 然後裡面還有裝冰磚 我才會說它是3D的 海鮮新鮮就會很甘甜 但這位老闆 還多加了這種料 為什麼這個湯會這麼鮮甜 因為我們主要是用